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与不叶城 六本木和政治中心永田町相邻 很多政界 文艺界的要人会光顾这里 所以一直以来 赤板给人的印象是 高级宾馆 饭店 一流的日式餐厅 高级俱乐部 种多 现在 在赤板最新最受瞩目的观光景点 是2008年开业的赤板萨卡斯 从东京坐地下铁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到赤板车站 出了车站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赤板萨卡斯 这里有著名的TBS电视放送中心 有高约180米的Biz办公大厦 有ACP剧场 萨卡斯广场 赤板画廊等 在赤板可以体验日本的文化和传统 日本是传统文化色彩很浓的国家 意济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角 日本意济历史已久 据说已经流传了300多年 如今渐渐走向衰落 但是日本人认为 古老的传统文化就是应该给予保护和保留 因此很多老店还在精心维持着 所以现在到了赤板 仍然可以欣赏到日本意济的表演 在赤板 除了观光和欣赏意济的表演之外 最吸引人的还是这里正宗高档的日本料理 在赤板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日本料理 有些饭店从外观上看起来并不十分引人注意 但是那里的料理却非常的令人难忘 回味无穷 黑座小楼就是其中之一 一进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吧台 和陈列的整整齐齐的上百种日本清酒 还有代表这个季节的装饰物 樱花 宽广的大厅 整齐的桌椅 坐在座位上用餐的同时 可以透过玻璃 看到炭火烤鱼和蔬菜等 这让人想起过去的日式酒家 店内的装修 让人感到放松 舒适 一进来就会忘却商店街的喧嚣 在黑座小楼 不管您是想吃火锅还是烧烤 或是正宗的日式料理 这里一应俱全 先来介绍一个日本特色料理 红炖猪肉 首先 将选好的猪肉用平底煎锅两面烧烤 再用蒸锅蒸两个小时 蒸好了之后 放入锅中 加入秘方佐料和鸡汤 再放入生姜 长葱煮一个小时 再在砂锅里倒入一点胡麻油 圆白菜 长葱 九条葱 用中火煮透 最后 加上山芋和辣椒丝就完成了 砂锅里的汤汁咕嘟咕嘟的冒着气泡 香味浓郁 刚刚煮出来的猪肉光滑柔软 非常诱人 这个肉煮得特别的软 所有的味道都浸到这个肉当中 吃在嘴里头 完全都是肉香 而且一点也不腻 非常好吃 在黑座小楼可以品尝到日本的寿司 今天要介绍的是日本的条状寿司 青花鱼和兴麦 条状寿司的制作过程 首先是做醋饭 就是在白米饭里加上醋和糖 然后做成条状 再在醋饭上面放上鱼和海带 看上去很简单 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 就是简单的切几刀 如果刀不够快 或者切的不均等 都会影响美观 青花鱼片也是要经过处理的 这样不会有鱼腥味 青蔓寿司的鱼肉 是要先涂上酱油烧烤之后使用 醋饭 蟹菜 青蔓 从下往上依次放起来 用卷席做成条状寿司 做好的寿司 放在与其配套的长条盘子里 就像一件艺术品 还没有吃 就已经大饱眼福了 在日本 和寿司其名的日本料理还有天妇罗 现在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 这正是樱咒最好吃的时期 樱咒的颜色也跟樱花的颜色很接近 是代表春天的这个季节的鱼 将鱼肉和鱼骨分别油炸 再配上应季的蔬菜 一道充满春天气息的料理就完成了 刚炸出来的鱼肉 静盈剔透 香脆可口 又脆又鲜 炸过的外面的鱼的表皮特别脆 里面的鱼肉又特别嫩 哦 這是日本酒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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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米酒的酒 和水的酒 所以我們在米酒 和米酒的酒 和米酒的酒 和米酒 它的淀粉很滑,而且很明顯。 所以你能用於剪刀料理做這碗渣的內褲子, 就是沒有選擇。 在日本我們 inevitably, من這裡就在蒸潤的內褲子上 tai什麼? 然后你能脱了 你是 air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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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就是想吃的 也就是想吃的 如果烤的用量減的時候 吃的 食用 那是 好 但是 最初是烤的中間 こう喝 喝 是 哎呀 一大二十五大 日本人的宣伴人员 日本人的宣伴人员 他们的宣伴人员 他们的宣伴人员 非常紫薄 他们的宣伴人员 对吗 他们的宣伴人员 宣伴人员 这个是过去日本的 喝酒的方式 非常有意思 在你喝到一半的时候 可以把这里面 剩下的酒倒进来 然后再接着喝 非常好喝 一直到 这个里面剩下的酒 全部喝光为止 一定不要在中途扔掉 这是店长推荐的速烧牛肉 日本牛肉以味道鲜美而闻名 最初的第一片肉 不加任何调料 直接在铁锅上烤 能够享受到牛肉那非常纯正的味道 然后加入用酱油和糖等制作的佐料炖着吃 味道甜中带辣 如果蘸上生鸡蛋吃 味道会更加鲜美 并且营养丰富 哇 真的是很奢侈 口感 味道和营养都是满点 很享受 在日本 炭火烧烤也很受欢迎 因为用木炭烧烤处的味道 要比电烤的更香 味道更好 在黑座小楼 除了可以品尝到烤鱼烤肉之外 这里还有印记蔬菜的烧烤 这是春天上市的残豆和竹笋 用炭火烧烤之后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弹豆